白萝卜最近火了,今天我们用萝卜来做美食 准备一根大白萝卜,修去外皮 我们这边没有青萝卜,只有这种白萝卜 它的口感比较水凝 修好皮的萝卜去掉头尾,清洗干净 然后用擦板擦成细丝 往擦好的萝卜丝里面加入食盐 这样可以杀掉它的水分,还可以去掉一些辛辣味 拌匀,腌制15分钟左右 再准备250克的普通面粉,加入一小沙的食盐 用130克的温水和面,边倒边搅 搅成这种绵续状,然后下手揉面 多揉一会儿,揉成一个光滑,偏软一点的面团 然后收圆,盖上盖子,饧面大概15分钟左右 准备3个鸡蛋,敲进杯子里面 然后将鸡蛋搅散 锅里放油,下入鸡蛋 用筷子不停地划穿,将鸡蛋炒散 这种状态,然后盛出来放凉备用 萝卜已经腌制出水了 将里面的水分给挤掉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给它切碎 将切好的萝卜丝放进大碗里面 加入炒好的鸡蛋碎 再来切一点葱末 切好之后也加入到萝卜丝里面 再来调味,加入一点蚝油 加入生抽 加入五香粉 最后来上香油 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萝卜馅就调好了 面团拿出来不用揉 直接将它搓成长条 然后下成小剂子 取一个小剂子 将它揉出一个光面 放在案板上面给它滚圆 案板上面撒上一些干面粉 放上面剂 用擀面杖将它擀成一个薄薄的大薄片 打上馅料 尽可能的稍微多包一点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 将它的口给收紧实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放在案板上面 轻轻地给它按扁 全部做好 电饼铛或者是平底锅 刷上一层薄油 然后将萝卜饼给放进去 表面也刷上一点食用油 这样可以帮助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中火来烙热 大概三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盖上盖子 再烙大概三分钟左右 烙子饼皮整个鼓起 轻轻按压 尼马回弹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萝卜丝饼就做好了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它的口感非常的清甜 超级的香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非常的柔软 一口气吃四到五个也是没问题的 打开看一下 里面馅料满满的 薄皮大馅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先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玉 拜拜